文贤老师,下午好 下午好 这次我们打算趁新丑年夏季 给大家做一个系列方面的 关于婚姻还有爱情的中医挑衅的专题 这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爱情婚姻是人类的永久的话题 对,然后我们就是想说 就是看看您关于婚姻还有爱情 尤其是在健康的婚姻观方面 就是有没有一些想法 当然了,我们这次的话呢 就是一个问题收集形式的 大家如果有关于婚姻爱情方面的疑问啊 困扰啊 或者吐槽啊 对,对,对,都可以给我们进行投稿 我们会选择 重复率比较高的 然后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 然后进行一个音频方面的录制 还有一个分享 大家可以踊跃参与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系列 因为我们在这个临床上看到的 很多人的身心健康的问题 都跟这个伴侣的关系 家庭关系有关 尤其是夫妻关系 其实对人的健康是影响很大的 那其实我们今天可以抛砖引玉 对,对,对 先讲一点内容 那我觉得很多人 我们现在就是对于婚姻方面的讨论是很多的 也是当前的一个社会热点 现在就是涉及到女权,男权,人权,女等 然后还涉及到是不婚主义 还是必须要结婚主义 还有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传宗接代的问题 还有就是这个男性 男性的地位,女性的地位 以及女性现在就是大龄圣女 大龄圣男 对,对,对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现在又有当前时代特点的 大家很关注的问题 也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命运的影响非常大 对,对,对 那其实可以很简单的说一下 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自己的婚姻观 每个人都有 对,每一个人都有 不管你是不婚主义还是必婚主义 还是说我其实对婚姻不在乎 但你其实只要遇到了一个人 到谈婚论嫁的时候 每个人你其实脑子里都会有一个婚姻观 这个婚姻观就是你对婚姻的期待和认知 你认为一个婚姻应该是怎样 然后呢 作为夫妻关系应该是怎样 其实不同的人对这个东西的认知和看法是不一样的 那比如说我们临床就有看到 有些成年人走入婚姻之前 有很清晰的一个期待值 这个期待值其实不是说高和低 不是说我一开始期待很高 结果跟你处了几年发现我得降低期待 它不是一个高低的问题 它其实是一个就是说你有一个特定的期待 比如说我认为夫妻怎么叫这个相入以沫 对吧 相近如宾 对 那有的人认为夫妻就是要吵吵闹闹 对 有的人认为夫妻就一定要花钱月下 那有的人就认为夫妻不需要老花钱月下 我们都是平淡如水的生活就可以 所以每个人对这种夫妻关系和夫妻相处的模式都有一定的 我们姑且称之为期待的这样的一个婚姻观 那当你真正走入婚姻之后会发现这个婚姻观和现实的婚姻之间是有差距 这个我管它叫差距 它并不是分高低 不是说现实婚姻就一定比我的婚姻以为的婚姻要差 但是呢 正是因为我们带着一个先入为主的婚姻观而走入婚姻 然后呢 人的本能啊 这也是我执的一部分 我执 对就是自我执着 我就是我 自我的我执就执着的执 所以它也有一个 它也是人我执的一部分 那如果我对于这个婚姻观 就是比如说 哎那个丈夫就应该要呵护妻子 对对 或者妻子都必须要照顾丈夫 对对对 如果有这样的这种执念的话 可能就不利于你真正去 从零开始放下所有的这些执念 好好的两个人去探索和摸索 真正适合你们俩的这种相处模式 那有的人家里男人是男人 就男人主外女人主内 有的人家里是相反的 有的人家里可能女人更男性一些 然后丈夫可能更细腻一些 所以每家都不一样 他是不是只要能达成平衡的话 对只要你能形成你们俩 能够摸索和探索出来一套 适合你们俩的相处模式 有很多夫妻 磨合一辈子磨合不出来是为啥 就是因为他抱着这个执念 就是我认为你应该怎样怎样 但是你一直都没有做到怎样怎样 我不停的跟你说让你做到 你还是没有做到 但是就持之以恒 二十年三十年 就是一件事情对方一直没有做到 有没有对方的问题有 但是也有自己的问题也有 那你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 你一开始的这个蓝图呢 对吧 是不是这个蓝图一开始就画得不太对呢 可能就不符合这位先生的性格 也不符合你以为的你自己的性格有可能 所以很多人之所以夫妻一辈子没有磨合出来 是因为两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 我执没有放下 没有真正的把我对婚姻的一个 一开始不成熟的一个我执放下 说俩让我们真正来试着 就像跳舞跳tango一样 我进你退你进我退 找到夫妻俩相处的真正的节奏 所以很多夫妻关系的问题 的根结跟一开始你的婚姻观和我执事有关系的 那这个我们下次有机会可以再详细探讨 其实婚姻和爱情这个话题 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专题 我想这也是你们想做系列 因为确实在临床当中发现 夫妻关系对人的身心健康影响很大 而且是你结婚之后相处很多年 对对对 还有就是孩子嘛 就是他的这种夫妻关系 最终还是会影响到孩子的 对对对 他也会影响到孩子的成长 也会影响到孩子以后的婚姻观 他跟异性相处的方式 所以我们叫优良传统带来相传 所以呢很期待看到大家的投稿 那我们对 大家有什么感兴趣的 关于爱情和婚姻的话题 或者希望听到我们的一些看法的 大家可以踊跃的投稿 对对 记得给我们投稿 然后我们会进行哲学 我们会尽可能的大范围的覆盖一下 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 对对就是大家可能感兴趣 比较多的热点的话题 对 好的那我们下次再聊 好下次再聊